在国安会民主长金普通回国之后 勤致单位人事大地震 国安局长蔡德胜因健康因素请辞获准 由国防部副部长李祥宙接任 另外调查局长跟移民署长 分别由汪中医跟莫天虎接任 勤致国安军事三系统大洗牌 好像你们都希望我辞职这样 我基本上也是多次谈过我的想法 其实有上有下都是一件好事 敏感问题轻轻带过 5号一大早才去二宾陪同总统出席 佳绩仪式的国安局长蔡德胜 才到晚上就传出遭到撤换的消息 蔡德胜以演技为由 向总统请辞获准 由国防部副部长李祥宙接任 总统感谢蔡德胜 以及前国防部长高华柱全力相助 两人转任国策顾问 另外调查局长王福林 移民署长谢立功 一起转任国安会咨询委员 宜缺分别由法务部洗钱防治处处长 汪中医破格接任调查局长 而调查局的处长 莫天虎接任移民署长 国安 军事 秦志 三大系统同时洗牌 时间就发生在金浦聪 回国担任国安会秘署长之后 针对昨天监察院所通过的三位降校人员的弹劾案 国防部的立场是我们尊重监察院依职权所行使的弹劾 那后续呢这三位当事员他们会向监察院提出答辩书 国防部在这个部分呢 如果他们有需要的话呢 我们也会提供必要的协助 同一时间监院弹劾 洪仲秋案的军方失职人员 包含沈威柱 杨芳汉 以及河江中都被弹劾 不过李祥宙却是全身而退 回顾去年洪案发生当时 军方内部对他踏伐不断 不过总统力挺不但没倒 现在还爬上了国安局长的位置 东森新闻 方派旅士奇在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